前面摄的表面 那有去看猴娃嗎 猴娃來了 他是盡量提醒我們 不要用諾亞方舟這四個字 因為諾亞方舟 四個字 聽起來很high 很有feel 可是他相當於 世上等於生物不多樣性 因為只有一對 就是那種真實上 你情感上覺得很有feel 但是事實上不對 我們可以講生態詞或什麼 只是說這是以前我自己想的詞 因為我為了搭配亞達九夠 他信基督教 所以用諾亞方舟給他 這個很有feel的感覺 可是後來知道用這個詞不太 因為我們希望這裡是生物的多樣性 而不是那種基因窄化 所以諾亞方舟 當初在基督教教義 是每一種生物只能選一對 對 有那個局限性 數量 多樣性 那個多樣 生物多樣性是指同樣 人類有很多樣性 然後諾亞方舟是同一種動物只能有一對 所以生物是很不多樣性的 所以諾亞方舟要改掉 對 反正就是 再深入講一下 鄭哲偉的意思就是說 多樣性有三種層次 一種是物種多樣性 一個是基因多樣性 還有一個是生態多樣性 就是在生態的多樣性 這三種層次 那所以基因多樣性它勢必就是同一個物種裡面 要有很多個體 才有辦法達到基因根 諾亞方舟那個物種只有一對 就沒有基因多樣性 是這個 那這個是我大概幾個月前到半年前才懂的 然後我才知道 我以前都 這我自己都寫錯 我會補充一個 那個基因多樣性 同一物種的基因多樣性 它會因為它在不同的地方 族群 它會有改變 所以說我之前 因為我會有從事放生的活動 然後為什麼是 不要在AD補的到B或C去放 對 因為將來也許他A的這個族群 發生了什麼樣的基因的變化 生了什麼病 他可以從C或B的地方再來救他 但是如果我們把它這個混在一起的時候 將來會沒得救 我是被釣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會一直跟大家講說 對 因為我現在在附身的這一塊 我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這樣就比較了解 那就是跟農作物的那個 原種 就是老種 很有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單一基因 大量種子 很容易一次那個天災 或是病蟲害 全部滅絕 就要靠這些多樣 有不同基因的 統一品種不同基因的那個種子 來救這個族群 那 對大家對於這個話題 最實際的舉的例子 在書上都有寫 那個什麼槍炮彈藥 有一個疾病的 可能也有提過的例子 就是咖啡 因為咖啡原本在 不知道多久以前 有一次幾乎全世界都快要全滅了 得到某一種奇怪的病 幾乎都快要直接死掉 不是不找咖啡而已 最後怎麼活下來 就是植物學家在肯亞的沙漠裡面 找到某一個品系的咖啡 原本就是原生品種的咖啡 然後他剛好對這種病沒事 再把他拉回來 才協助其他咖啡活過來 不然我們的咖啡現在就沒有咖啡文化 直接就謝謝再聯絡 那我們也是啊 那我們有一個軌道 那所以大概是這個部分 軌道 所以有個軌道才可以解 對 稻子也是類似的 這個大概是 然後寫作上的 在給淑林一些意見 就是說我們在報導的話 會雖然公民報導題 格式啊什麼 比較不限制 但是如果是環資 或者是那個專 就是專業媒體的報導 都是會把人民 人民當作客觀的人 像廖振舟就不會說廖振舟老師 而是說因為他會 就是這種新聞的要求是說 我們盡量的是客觀的描述事實 所以你不用對他特別尊敬他是老師 尊稱他是老師 他是什麼身份就寫 他是什麼身份 比如說生態推廣講師啊 那然後再來那個稱謂不用一直再提 就是一方面也是想要精簡文字 所以老師啊 或是生態講師這種成為 第一次出現之後 後面就可以不用 直接講一秒真正 像久夠阿姨也是 久夠 後面就一直久夠就可以 也是這樣 好 我以為你要講說 情感性敘述不要太多 哈哈哈哈 我有克制了 這個個人風格 哈哈哈哈 好 那再來是 宏偉